編旦跨年最受歡迎的城市 超審何寶還能 玩 爽 爽 耶誠 耶誠 這個氣氛我覺得是要一直延伸到 可能跨年 對 所以去的地方很重要 尤其像黑人你是基督徒 耶誠節對你來說也是有些人 很重要 而且每年耶誠夜你都會到 是就報家音 報家音 然後都會去兒童病房 然後因為孩子是需要關心的 是 那就帶一些藝人朋友 然後去遊戲室跟他們玩一玩 有一年的聖誕老公公就是彭于晏 對啊 太帥了 這麼帥 彭于晏 每年我們大概都會相約 就是在兒童病房 再忙我們都 好有意義 真的 然後那一年的迷路 就是舒淇小姐 真的假的 好美的迷路 當迷路 就是花一點時間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陪孩子 和陪家長 好棒喔 而且你從 單身到後來 現在有孩子的爹 你在兒童病房 感受一下更不一樣吧 你自己是罷了對不對 更容易去體會父母親 和孩子碰到的困難 真的 所以那耶誠節 現在就是跨年 對 跨年不得了 以往我們 當然TVBS同仁都是非常辛苦 對 最近他們有鬆一口氣的感覺 因為他們辛苦 真的 我們說是 介紹五 六年 可是他們已經拍攝十幾年 每次跨年他們都是在 工作天 工作天 花風下雨的 下雪 又冷 台灣是不會下雨 我才過分的一點 對 所以他們都是很辛苦 不過一樣 今年本節目也要來介紹 很多耶誕跨年的好地方 可以 而且很開心的是 有一個知名的訂房網站 它調查了全球22國的旅客 就針對這段期間 喜歡去的目的地吧 發現台北公站很多旅客 搜尋排行榜前三名 真的 台灣有地方 對 今天還是要推薦一些 這段期間有好去好玩的各地 來囉 好 我們歡迎我們來賓 首先另一位 世紀走透透旅遊達人溫世凱 每個城市都屬於自己的節慶氛圍 待會兒要帶你去看看 不一樣的耶誕世界喔 好 既然會便宜旅遊就找他去光復 好 想要萬元遊走 耶誕跨年出國去 跟著我就對囉 好 謝謝歡迎食尚小媽咪韋汝 今天看歡迎要去哪裡呢 跟著人多的地方最有過節的氣氛喔 耶 來 歡迎小班族最愛的保養老師San 好 大家好 謝謝孟年風之餘呢 來個小旅行 好好犒賞自己一年的辛苦喔 對 我們來賓先從聖誕的第五年西班牙 西班牙 大家一想到西班牙就是非常的熱情 對不對 所以我告訴你們 去到那邊去過聖誕節 絕對是沒有錯的 而且呢 整個城市有沒有 他們就會把它打造成非常的有氛圍 而且它的光雕 所有的街道 有沒有 全部它的那個光束 做得非常的漂亮在那邊 而且很有創意 跟一般你所看到的不一樣 這是一般的街道 一般的街道你隨便手機一拍 它就是這個樣子 謝謝 對 重點是西班牙是什麼一個國家 很熱情 大家都要什麼吃塔巴斯 所以有很多的小酒館 所以基本上整個馬德里 就是一個派對的一個城市在那邊 所以我們去到那邊 每一個東西都是單點 才一塊多歐元而已 好便宜 所以非常的划算 一塊就可以到台北 真的 現在是1比35左右 所以你算一算 對 等於是非常的划算 所以你去到那邊 你就點了幾個 而且一杯酒 一杯白酒 也是兩塊錢歐元而已 你如果覺得說 那只是晚上會覺得很有 這個聖誕節的氛圍 既然到了馬德里去玩的話 我就會推薦大家 不妨到附近走走看看 因為西班牙的觀光旅遊 非常的有名 而且有幾個世界遺產 非常的知名 其中有一個 它就離我們的馬德里 不到一個小時的一個地方 它叫Segovia Segovia 這個地方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好像聽過 又好像沒聽過 但是基本上 所有的少女都知道這個地方 只是你不曉得說 它取景的地方 竟然是在這裡 全世界最夢幻的城堡在這邊 而且這個城堡是什麼城堡呢 這個城堡 你仔細一看 好像似曾相識的感覺 因為它就是 白雪公主的那一座城堡 比斯尼當初 在畫白雪公主的時候 對 它就是到這個地方 來取景的 它是真實的城堡來的 所以建議大家 可以到裡面去走走看看 而且裡面還保留著 當年所留下來的一些的 古蹟在那邊 而且你還可以看到 因為西班牙以前的 歷史文化裡面 他們有阿博人 有摩爾人 然後有西班牙人的 統治的一個經過在這邊 所以在這邊 可以感受到很多的 歷史文化的一個樂趣 不過最漂亮的是 你還是要跟城堡拍照嗎 所以今天就告訴大家 這是遊客可以進去嗎 可以進去 每個人都可以進去的 要付錢 只是一般人會去看到的 你只是看到的是 前面這一個景致 可是我這邊介紹的是 我帶大家 因為我的西班牙朋友 帶我到下面去 所以你走到下面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沒有什麼觀光客 而且風景非常地自然 它山頭上面就是城堡 所以這時候 你都會覺得 像不像白雪公主的城堡 就是白雪公主的城堡在那邊 而且建議大家 因為你不要住在這個古城裡面 你要住在外面 住在外面的時候 因為西班牙到了東面 它晚上 它早上大概是9點 太陽才會出來 所以很早 你起床以後吃早餐 吃完早餐 坐在你的小陽台 看古城 你就會看到剛剛的城堡 整個的顏色是從粉紅色 一路往上 對 這個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我用手機直接拍下來的 就可以拍了 因為它就在你的正前方 然後它的顏色非常的飽滿 然後你在那邊拍的時候一直拍 然後時間它會越來越亮對不對 然後它的大家床整個的顏色 就跟畫一模一樣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西班牙就是這麼的美麗跟漂亮 而且絕對不會失誤的 拍照也絕對不會失誤的 然後如果禮拜六 禮拜天 你碰到有機會去的話 他們還會有熱氣球 對 所以你還可以搭熱氣球 所以就在瑪德嶺 一個小時的地方就這麼好玩 不過既然來到這邊 除了這邊要吃以外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 也就是全西班牙最有名的 烤乳豬在這邊 他們烤乳豬很不一樣的是 它端出來的時候 那個烤乳豬小小的一個對不對 可是這位老先生 他會先來跟他念一下經 好像記一個導溫之類的 接下來他就拿什麼 拿盤子 就直接用盤子 就把那個烤乳豬把它大卸八塊 然後再把那個盤子 一升 就是直接丟在地板上面 做了一個儀式在那邊 在西班牙非常的有名 所以很多人特地跑來這邊 除了看他的儀式 還有吃他非常美味的烤乳豬 所以建議大家 這個就是 如果你想要不一樣的聖誕節的話 歐洲的聖誕節 可以到西班牙的馬德烈 還有旁邊的西哥維亞 來這邊玩一玩 你好 老師去的是巴塞隆納 對 我幫巴塞隆納回來 因為我覺得西班牙最美的是 它的價格 真的喔 我覺得它的消費 在歐洲裡面算非常便宜 是的 它還跟台北是差不多 所以我們去買 像我這個campus 我這雙鞋 它也很好看耶 不過我這雙是在台灣買的 不是我到 還想自己一笑 不是 這是在幹什麼 這是台灣買的 沒有 重點是我在台灣買 大家知道campus在台灣有 可是很貴 我到了裡面一看到我的天 因為我跟我先生都買了好幾張 在台灣去之前 結果到了裡面發現 它還定價只有七折左右 再加上十四%的退稅 對 悶 好多 有小悶 還有吃東西 剛剛世凱說的沒錯 所以我們就一堆人 我們吃得好高興 披薩什麼錢 一大堆 我心裡想 這大概要七八千塊吧 一結帳出來台幣三千多 沒錯 特別是那個 消費 對 特別是現在台灣 最流行伊比利的火腿 很貴 對 那邊超便宜的 沒有 樓口吃的話 就會不一樣 我跟你講真的 而且吃那個伊比利的火腿 切得薄薄一片 然後跟哈密瓜包在一起吃的時候 我告訴你 真的你會愛死西班牙 我覺得它的消費水平 台灣人去會覺得 在歐洲這麼便宜 好 剛剛是西班牙 現在再來到倫敦了 跨年 對 跨年要去也要去倫敦 因為倫敦也是所有那種新聞 會連線必須的一個景點 去倫敦可以去做什麼 你可以去它的Sky Garden 空中花園 這空中花園 全部都是玻璃圍幕 360度玩倫敦市景 晚上最重要就是要怎麼樣 跨年看煙火秀 這就是倫敦的 倫敦演的那個地方 然後這邊有稻石燈的地方 然後倫敦演的煙火爆炸之後 就是這個樣子 很漂亮 就倒數之後 那它的倫敦演跨年 它其實是要買門票進去 然後看到那個景色就非常漂亮 然後你會發現 在歐洲 因為跨年跟聖誕節很近 這個聖誕樹裡面 是所有的那種迪士尼娃娃 做成 然後每一顆聖誕樹都超高的 所以你會感覺到 那個氣氛非常有感 對 全陣子的新聞對我去過 不是都要去白金漢宮前面 去看那個踢正部的育林軍嗎 最新消息指出 他們經費不足 募兵不力 所以很可能以後看不到 所以你現在去倫敦還有趕快去看 對 所以你要去倫敦跨年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再往前提前幾天 去倫敦過這個聖誕節 對 然後這個照片是倫敦今年2016年 然後我朋友現在剛好在倫敦 最新的 他直接拍回來給我看 對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他整個摄政街 全部都是有像天使這樣子的階級 對 對 然後把它放大塊 我跟你講 他的天使不是只有這樣子靜態的 他一整條街的每一隻天使的翅膀 都是會上下飛舞的 對 很漂亮 所以在那邊就看到全部的天使 在這個整條街上面飛 來到第四名 芬蘭 一定要的 好 介紹一下芬蘭 芬蘭的話是耶誕老人的故鄉 也同時他在北極圈 所以今年來講的話 在4月之前 如果你去芬蘭的話 在北極圈附近 你都非常有可能可以看到吉祥 因為今年的太陽機率非常大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太陽黑石的活動的關係 所以今年的時候 客人家覺得說 今年是最容易看到的一年 然後這就是他晚上的樣子 那我們聖老人圈 它基本上它是無料地 只是說 如果說你要跟聖老人 如果合照的話 大概要付13塊歐元 無料 對 它本身 就是不用錢 就不用錢 另外來講的話 聖老人圈裡面 就是它可以達成迷路做體驗 然後他同時也有那個 就是雪橇犬拉雪橇這樣子的體驗 所以非常適合小朋友這樣子 然後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我很簡單 我要再過 我喜歡你這種 對嘛 不要拉迪賽的 對... 沒有錯 該講的講 最後一章自己還不知道的嗎 自己還說沒有這樣 自己做效果 好 來跨年到哪裡 雪梨 對 是世界會臨陷的地方 對 跨年大家真的可以去雪梨 對 因為雪梨是南半球 是屬於熱帶廠 你剛剛是瑋瑜他去過嗎 我去過雪梨 但沒誇過年 對 妳是去墨爾本還是 去墨爾本 也有去雪梨 也有去歌曲園裡面 有做那個羊毛毯 真的有去過 好潮喔 對 去雪梨 因為你可以先去吃一些海鮮 因為黃金海鮮 對他們來講是夏天 可以吃一些海鮮 然後其實都還滿便宜的 大龍蝦是南半球的 對 然後最重要的是雪梨 跨年的場景 真的跟北半球完全不一樣 你看他們大家都穿短袖 然後這是白天的雪梨 他們跟我們一樣 都會做一些活動 有歌手在表演什麼的 我們是人的 都是人潮 對 都是人 全部都是人 然後旁邊就是雪梨大牆 重頭戲就是晚上的雪梨煙火 你看看 就是電視上連線的那個樣子 然後全部都會很漂亮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很冷的跨年 我建議大家可以去雪梨 可以吃又可以玩 對 對 我拍壯的那些澳洲 排隊要排大家24個小時 那你就是去到一個地方 12月30號開始 對啊 30號每一個人都會到各自的 很棒的點 然後就在那邊紮營 然後就喝 一直喝 然後就是在那邊省 所以就等那邊跨年這樣子 對 太害了 我沒試過澳洲 很小心 不是 這有什麼好 這有什麼好了不起 我去過 我去過 哇 還好 這樣你有跨年嗎 沒有 你也難以為 對啊 我跟吳尾熊互動就回來 對 痛 抱在那邊痛 指甲 還不能拍開 很痛 很痛 這樣聽起來這輩子一定要去 是不是 要 好 現在來到第三名了 聖誕節 我們去哪裡呢 台北 台北真的太厲害了 大家記得去年我有介紹過 新北耶誕城對不對 那一次去我兒子就玩瘋 我跟你講這一次更厲害 你看一下去年的時候 它是3D光雕 頭射在這個聖誕書上對不對 今年超厲害 它不只射在這個聖誕書上 它也射在新北市政府 3D光雕的面積是全台灣最大的 而且有創架那個金石世界 真的 而且我跟你講非常好朋友 因為我家就在旁邊 我每天搭公車都要經過 對 然後你就看 那整個光雕一直變化變化的 會一直變 對 然後每30分鐘會表演 這是去年 今年 現在就有 你看去年是只有投射在聖誕書上 今年還有投射在建築物上面 所以你看那個市政府 就一直變化 另一個圖案 超美的 就很好殺底片 然後現在配合聖誕節到現在 現在這個聖誕節快到 就有聖誕節 這是什麼 手機就拍成 這手機就可以拍成這樣子 因為它廣很漂亮 因為它到了晚上以後 整個的光線非常的漂亮 對 所以你的感光度夠 要夠 所以手機隨便拍都很漂亮 而且超美的就是現在 你看它有投射在這個聖誕樹上 對不對 然後市政府就是這個樣子 超美的 然後這整張你看 所以其實現在開始 完了 對 現在開始晚上去新北都有 每天晚上都有 現在看到節目播出已經有 一直到1月2號明年 就跨完年後的1月2號都會有這樣 這幾年下來變地標了 對 而且它其實也有辦一些演唱會 也會找一些歌手來 也可以在那邊嗨啊 叫啊 都可以 然後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因為一般我們都會帶小朋友去 你看它有這個妖怪村 妖怪手錶做的這些建築物 然後小朋友就會在那邊很High 可以很開心 然後還有專門小朋友這個 聖誕旋轉木馬 還有旋轉飛機都在現場 就是小朋友可以在那邊玩 所以我覺得是不只大人去 小朋友去也會瘋狂玩的地方 真的 對 很推薦大家 今年帶你小朋友去 真的 好美喔 那也是景點 菲菲小孩也是景點 我怕人潮很擁擠 一定擁擠啦 人會很擁擠 應該會搶光了 怕怕油 不過它的好處是因為 它在那個 就在捷院的正前方 所以搭捷院的話 搭公車的話非常的方便 所以節目播出系列 當下 現在已經有了 已經快了 很有趣是現在就可以 就可以殺國去拍照了 現在此時此刻 現在NO就有了 到2017年1月2號 就化完年後 因為我們除了去看 新北夜大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怎麼樣 吃聖誕就要怎麼樣 吃大餐了 這個暫節的時候 一定要好好犒賞自己 吃一頓非常非常好的 牛排大餐 對 相信我今天要介紹 這間店它超厲害的 因為它在美國有自己的牧場 所以它的牛 都是從美國的牧場 直接送過來台灣 對 然後就成這個 乾式熟成的牛排 就是它的主菜 然後特別針對聖誕節 24號 25號 有做出這個 前面有這五道前菜 然後加這個牛排 這樣子一整套的set 這是一個set嗎 有這個嗎 這是你沒訂到的時候 沒關係 中午有漢堡可以吃 漢堡也是訂 商業魚餐啦 對嘛 萬一你晚上訂不到 總是要試一下大餐 這是要是這樣子 對... 先這個set 對 就是這個晚上的set 然後這邊是用乾式熟成的牛 去做出來 而且這是一間全球的連鎖店 它不只在台灣 有美國 有 日本也有 日本上個月好像才更開的 對 很厲害 它超知名的 主廚請來台灣 對 而且我跟你講 主廚也很好吃 你看他的臉 主廚 好帥喔 超帥喔 超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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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希雅圖的James 對 James 嗨 James 嗨 James 哈囉 叫James都不會煮菜耶 可以 我先吃吃看就好 怎麼樣 怎麼樣 肉肉 因為它化掉嗎 太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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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吃吃這個好不好 這個就是肉質是不一樣的 對 因為它是熟成 生蠔 然後上面有魚子醬 對 魚子醬 它是用生蠔去燉 所以它吃起來是有點半生熟的 好奢華喔 美如要不要吃一個 要 真的好嫩的感覺喔 天啊 那個牛肉 那個好像才3分吧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好嫩喔 這個真好 我的牛也好嫩喔 怎麼會是 這個肉也很低級 而且它的竹竹汁更好吃 真的耶 竹竹切的可能比較好吃 我方便這樣做 好感覺喔 對啊 好像化國人喔 它需要你得到你的讚賞 是嗎 鵝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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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好厲害喔 鵝肝奶油 好吃嗎 它講中文耶 好好吃喔 好吃喔 謝謝 超好吃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有... 超乳酪的 Pater 你要吃漢堡嗎 它漢堡也很厲害 對 漢堡看到了 它漢堡這一層 你以為它是蛋黃對不對 它是鵝肝奶油 然後這一層是那個牛舌 燉牛舌 然後再來中間這一層 它是它的乾式牛肉 加上和牛 去混合出來的牛排肉 好香喔 好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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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鵝肝在裡面的牛排 它是要這樣 你看壓下去很有汁耶 我壓一下好不好 好... 好... 這就是我的牛排 這個很好吃喔 我的天 好好吃喔 很好吃喔 烏 hein 鵝肢 斷命秀 這個肉還是 spricht弗�呢 是那個肉 好甜喔 好香喔 聞的味道 太誓聞... 是這個 天啊 我來 這個好漂亮喔 怎麼樣 妳來試試看 完全是嫩的 我覺得我會更推薦吃這個漢堡肉耶 怎麼樣 吃漢堡就是要一口的 對 好美喔 如果有人不敢吃牛排太深 就要吃這個 我把他抖了 抖起來了 這個... 這什麼牛 它的牛舌跟鵝肝是精華耶 因為它把牛肉的香味 就是頂到極致耶 而且它很多汁喔 它的洋蔥是有淹過的 不像一般吃的生洋蔥很嗆 它是醃過的 我問一下台灣廚師 它這個肉是你們自己用牛排去打的 對 是我們自己館內就是 我們的和牛跟我們的乾脂手 才打出來的 和牛耶 和牛耶 因為這個漢堡肉 這是外面不可能吃到的肉汁 這麼厲害喔 這一個很貴吧 我們中午... 從哪裡是肉的 肉是哪裡啊 肉是哪裡啊 我們可以炸一下錢喔 不行吧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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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團結商感情喔 換你來這邊吱吱吱吱吱的 好壞喔 你也沒辦法接受和牛這個價位 對不對 它中間那個肉是油脂 油化中度剛剛好耶 師傅 這個賣得很好嗎 還不錯 還不錯 因為現在我們中午有在做促銷 所以現在會便宜一點點 多少呢 一顆好像... 好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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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牛這個 對啊 非常便宜耶 非常華的來啊 對啊 別再猶豫 快訂機票吧 它是兩個晚上住泰國 PATAYA的VILA 這個VILA真的不差 空間非常的大 而且是兩個人一間 然後前面就有自己的泳池 自己的泳池 VILA 真的是VILA 而且泰國有比較普通的VILA 跟比較好的VILA 然後這一間是比較好的 然後另外PATAYA來講的話 是龍蝦加大和蝦吃到飽 吃到飽 吃到飽 對 在海景的餐廳 然後吃到飽 搶到賺賺到 因為名格真的很有趣 蠶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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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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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